雙面人其實也分蠻多種的 嚴格來說我們會有 廣義跟狹義的雙面人 那當我們小時候 遇到這樣的雙面人的時候呢 會怎麼處理 去廁所 第一時間最重要的就是 坦承的去跟被誤導的那個人做溝通 但是不要 通緝那個雙面人 你剛剛用了一些很負面的詞 埋葬他 會毀滅他 歡迎收看 三十邦會 自我介紹啊 大家好我是邦彥 我是余慧 為什麼我們這麼生氣呢 因為今天的主題要聊的 就是雙面人 這個雙面人呢 就是存在在你我的生命中 因為在學生時期會有雙面人 在就業之後 你的職涯生活的時候有雙面人 但是雙面人其實也分蠻多種的 就是嚴格來說 我們會有廣義跟狹義的雙面人 雙面人有分廣義跟狹義 因為臉比較大跟臉比較小 沒有啦沒有啦 就是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也可能會自己成為雙面人 有可能我們私底下有一種情緒 但在特定的時機點 或場合 無法表現出來 又不能表現出來 可能考慮別人的感受啊 或場合啊 所以廣義來說 可能 大家都有可能當過雙面 那我們從比較小一點 大概十幾歲的時候 會有的雙面就是那種在學校 比如說女生的小圈圈小團體 就是 我跟你比較好 然後我們都說他的壞話 然後見到A的時候又說 你怎麼長得這麼漂亮 男生比較就沒有這個問題 學生的時候 想到一個代表年輕時候的雙面人 叫做廖北亞 有一些雙面的廖北亞是他 隱居在團體當中 可是呢 他會偷偷的跟老師報情報 偷偷的跟你 就是跟你交情好像很好 然後再把你的交情賣給老師 那當我們小時候遇到這樣的雙面人的時候呢 會怎麼處理 去廁所 蛤 去廁所 沒有啦 就比較好解決啦 我擺明的 跟他質問 說你是不是痛看我 對 你是不是跟老師說了什麼 對 也就是說 十幾歲的時候 比較敢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 就沒有什麼包袱啊 沒有包袱 可是到了社會當中的時候 如果今天自己的雙面人是你的上司 喔 像我其實是在廣告業工作 廣告業是一個充滿人的地方 嗯 跟廣告業員一樣啊 對對對 是一個充滿人的地方 那你也會見到非常多的客戶 像我們之前 其他同事就會遇到那一種 跟你關係很好 因為你很信任他 你會把你的客戶介紹給他 但久而久之他可能你可能會發現說 他慢慢的把這個 客戶 帶走 那你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他是默默的 因為你會發現客戶越來越不跟他聯繫 然後好像 對話的訊息就開始有點乾燥 那你知道他到底做了什麼手腳 最後知道可能就是 那個雙面人自己犯了比較多錯 但他就會把這些責任全部推給 推給別人 推給別人 但是他還是會 在背後就是 勉勵他的隊員 團隊啊 這樣子說 沒有關係我們在一起怎麼樣 對 舉一個這個行業的例子 那就是呢 曾經有一個 兩個女生是在同一個經濟公司 然後呢 漸漸的 A的工作越來越比B多了 那B一直很納悶 想說為什麼 他跟A的感情非常好 對 然後呢 A就會說 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得罪人家 你是不是得罪經紀人 為什麼你都沒有工作 對 然後呢 還會跟B說 我聽到經紀人說你不應該 做一些分析 對分析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做點什麼 還是換公司好了 這樣 後來事後這個B就發現呢 是A每一次工作完都會送禮 給經紀人 然後呢 在經紀人面前就會 三不五時的說 嗯 B為什麼我今天有提醒他說 應該要把這些東西要送你 他怎麼都沒有送你呢 然後這個經紀人就越來越討厭B了 那B就漸漸的被淘汰 淘汰跟冷落 那這個B到此時此日 可能都還不知道A做這些事情 對 算是蠻典型的雙面人 算是蠻厲害的雙面人 那當我們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想辦法怎麼樣解決呢 其實我覺得 雙面嘛 就表示有一個人被誤導了 所以我覺得第一時間 最重要的就是 坦承的去跟被誤導的那個人 做溝通 但是不要 去抨擊那個雙面人 所以是要用比較理性的角度 去跟這個雙面人溝通嗎 就是不是跟雙面人 是跟被誤解的那個人 被誤導的這些群眾們 身邊的人 因為跟雙面人溝通這件事情 可能得不到什麼結論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 這樣子會很孤立無援 有一些事情是你自己做久了 就是 親者自親 卓者自卓嘛 嗯 久而久之大家會發現他講的是 假話還是他講的是假話 如果他你周圍的這群人 因此真的就相信了雙面人的話 那就表示說這個人跟你之間 的信任感不夠 那有時候我會覺得這已經不是 能夠去處理或面對的事情了 其實我覺得遇到雙面人有時候是 就是比如說去拜拜啊 然後 祷告啊 就是戴一些房小人的戒指啊 好這是開玩笑的 那第二種呢我覺得有一些方法是 你在面對雙面人的時候 你要更坦蕩蕩 有些話就直接講出來 像我有一個朋友他其實 不太去管旁邊的流言蜚語 他覺得我把事情做好了 其實其他事情也沒辦法干擾到我 所以 雙面人在對他來說是有點無效的 因為不知道要怎麼栽贓他 也不知道怎麼去 毀謗或者是去影響他 你剛剛用了一些很負面的詞 你沒辦法要栽贓他 然後毀滅他 抹滅我沒說毀滅啦 我誤會你的我們的方言 我是想建議那些可能比較不善言辭 或者是比較不會去做這種溝通的人 也給他們一些不一樣的做法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調整一些自己的心態 或變成一個可以善於溝通的人的話 那可以繼續做自己 除此之外找一個抒發的 沙包 泥泥的兔子 糟糕 等一下是不是 負面情緒還是要發泄 真的就是不要被他們影響 這是真的 掰了位最後問你一個問題 你怎麼釋放情緒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啦因為我是男生 塑壓方式可能就是會去運動 或者是開車 就是 吹海浪啊 吹風 遇到雙面人的SOP流程 就是呢 試著跟他溝通 溝通無效 試著跟上司溝通 溝通無效 溝通無效 我今天開車出門吹海風 哈哈哈哈哈哈 有壓慾有壓慾 那其實剩下的事情 我們就是盡力而為 是 所以呢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三十幫會 跟我們一起聊聊 如果你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下次三十幫會 還會帶給你們更多 符合你們現在心境 跟狀態的話題喔 所以 三十幫會 我們下次見囉